就是昨天太阳花晚會 他們不是有在丟一顆那個球嗎 然後他們就是在嗆那個黃國昌 叫他出來打球 其實那個位置 就在黃國昌辦公室的正樓下 黃國昌當時就在辦公室裡面開直播 但是他沒有下去面對這一群群眾 對啊 他要怎麼面對 他拿什麼面對 我就問 其實就是這件事很簡單 他昨天沒有辦法出現 或是對於318有任何回應 是因為他回應不起 他承擔不起 他也沒有任何面子去回應說 對 我當初是318的領袖 可是我現在背棄太陽花 這句話他講得出來嗎 所以其實昨天看到說318的晚會 有很多人特別針對黃國昌 是因為他跟柯文哲 就是這場運動之後 最大的政治獲利者 他們就是去收割了 這些政治紅利的人 但是這些政治紅利對他們來說 用完就可以丟了 對他們來說這些就是用完就丟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棄是棄這個嘛 就是你現在價值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這兩天 接受很多這種318的 10周年的一些訪問 我都是很想反問這兩個 我說你們其實應該去問他們兩個 問他們兩個現在作何感想 到底為什麼當初你們這樣子乘風而起 大家把你們簇湧上來 對你們賦予這樣的期待 包括跟中國脫離經濟依賴 包括現在要走向更民主的台灣社會 然後保障台灣的主體性 結果請問這10年你們這些期待去哪裡了 你們在政治上有任何作為嗎 沒有 然後到現在還在打假球 還在造謠 造謠說沒有講兩岸監督條例 2019年就修過了 黃國昌不是在立法院嗎 現在是失憶還是假裝 是忘記還是假裝想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 黃國昌過這10年 其實他 他其實有很多事情是應該要一一講清楚的 就是為什麼到最後會變成 讓自己這樣子 讓活得這麼難堪 那我覺得徐曉星講話就更好笑了 他說太陽花世代 現在好像大家都全數折損了 你要不要回頭看看你們國民黨 這10年太陽花之後 國民黨沒有執政過啦 這就是太陽花的結果嘛 這就是我們要看到的嘛 就是太陽花之後 大家知道說 不能再讓國民黨執政 所以 所以這8年來民進黨執政 所以今年年初的選舉 我們又繼續執政 那當然這也是接下來 民進黨我們要去面對的 就是如何讓這些期待 更成為深化民主的養分 但是目標是什麼 就是不要讓你國民黨回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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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網友簡中炫呢 土內了100塊 然後他留言說要請Grace 跟擋泥板女神喝Seven咖啡 謝謝 謝謝 可以接我們吃水煎包 那Grace你要不要來唱 要不要又要唱歌了 10年嗎 唱首10年這樣 送給黃傑跟黃國昌的歌 預祝他們什麼 就是 應該是這樣 歌詞要改變 好 10年的歌本來是10年之前 對不對 我們不認識你 對 他們是10年之前 我們是朋友 還可以問候 可是這種溫柔 對 對 唱首就是這樣 現在已經無法問候了 你們在立論會彼此問候了 你說黃國昌嗎 對啊 他沒有看過我們正眼 他不是針對他 因為每一個立委都講一樣的話 在電梯裡也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國昌認識 道德長城 對 道德長城 政治的完人 對 然後呢 閃耀的北極星 2026新北市市長參選的 未來我們民眾黨的太陽 欸 宇軒 你怎麼看國昌 昨天那個哭牆啊 不是啊 我坦白講 我覺得政治是一個很妙的事情 因為我當年喔 黃國昌我知道 欸 你那時候他還在跑新聞吧 我跟你講 我照寫500條新聞罵過他 他當年黃姐是在 那個時代力量黨團當助理 沒錯 所以那你看結果現在時空異位 黃國昌跑來說 要去當跟在野這件合作 然後黃姐現在在罵他 所以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政治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但我坦白講 每個政治我們都要對自己的歷史 跟背景跟出身去負責啦 因為大家都會說反覆檢驗的事情 就像你講柯文哲也好 黃國昌也好 時代力量也好 像時代力量已經被消滅了嘛 那最後面 我記得我最近聊到時代力量 還是姚慧珍一直跟我說 時代力量到底會不會過啊 只剩下他也只是時代力量 就有這種狀況 我就會說 可是大家你必須要塑粉追緣喔 就是說你是因為什麼而起的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大家一一去爬梳說 太陽花僅存下來的人物 到底有多少人還有辦法 在政壇當中生存 這是一種檢驗嘛 對不對 那檢驗過了 但你也可以選擇說 往一個更好的路線 或更好的路徑發展 像黃姐委員就發展得不錯嘛 對不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要向你的歷史負責嘛 但是黃國昌他的做法 總是用斷裂的嘛 就是說過去 比如說這個 我要反這個 反旺中 對不對 那我就反旺中 過去我要太陽花 我就太陽花 然後帶著一票人 創立了時代力量 對不對 然後在當中當了老大 但是他自己這些作為 請問到現在為止 有哪一點痕跡留在黃國昌身上的 昨天有一個布條寫說 黃國昌的人格跟假髮一樣歪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戴假髮啦 郭老師你自己去回答 難怪會有秋衣2.0的錯法 終於都在玄火正結啦 我在看了 我一直想說 一直想說他跟秋衣2.0有什麼關係 對 我一直在想 對啦 我知道他跟秋衣同台 但為什麼會是2.0 所以我就講 你去驗證這個畫面會很荒謬嘛 就是說柯文哲他是 跟民進黨結合 然後因為太陽花等等的因素起來 然後到後面他變成了兩岸一家親 然後最後面 竟然他身邊我們也看到毛家親 看到秋衣 然後又看到了獨派的 這個我們講神兆之 然後看到這些完全不可能湊在一起的人 全部湊在一起 最後我只有一個概念送這兩位嘛 我後來發現黃國昌他真的找到最後的歸宿了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黃國昌終於找他自己的家是什麼 因為只有柯文哲適合他 因為他們兩個對他們而言 政壇上可以變成這樣子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定性 反正就是唯利是圖 哪裡有票 哪裡我就往哪裡鑽的人 也只有他們兩位了 所以我覺得其他的 還有黃珊珊 各位不好意思我又少掉一位 黃珊珊也是差不多幹這種事情的 所以這是有一個邏輯跟脈絡的嘛 最後看到這三位 要講坦白的了 你說到底這些年輕票也好 太陽花世代僅存多少 我相信很多人轉化成鷹粉 鷹粉當中有很多人轉化成柯文哲的粉絲 所以對於柯文哲而言 為什麼包括黃國昌而言 他們現在根本不在意 因為反正 對於他們 他們支持者變了就變了 但是我講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是要有你的精神 跟你的招牌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去加入民眾黨就好了 好不好 有網友說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